俗话说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我们熟知的奥特曼中有着奥特之母 优利安公主 格力乔等一系列女性结色 那么在五花八门的怪兽中又有哪些女性呢? 今天阿泽为大家带来奥特曼剧集中八大女性怪兽盘点 第一位,天使佐格 作为盖亚奥特曼TV中的最终boss 天使佐格就有美丽神圣的外表 工作场时便十分的和善 给正在战斗的盖亚阿古如传送能量 帮他们恢复到了满水满蓝的状态 还顺手消灭了三只破灭魔虫 以及不计其数的愚人 但两奥一度认为他真是来拯救的天使 然而在美丽的外表下 佐格却有着一颗邪恶的内心 他实际是根源破灭招来体的最终兵器 在取得盖亚阿古如的信任之后 佐格立马又被刺了他们 使用波动弹重创了两奥 最后还夺取了高山我梦和腾公伯爷 变身索比尔的光能量 使人类陷入了更大的绝望之中 还好有着主角光环的加持 盖亚和阿古如借助怪兽们的力量 以及人类的帮助重新复活 副后的两奥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力量 并给予了佐格重重的一击 撕碎了天使佐格伪善的明目 露出了邪恶的第二形态 第二位 仙鹤罗兰 仙鹤罗兰首次登场于雷欧TV的第三史画中 是一种外形酷似仙鹤的怪兽 被宇宙人称为宇宙第一美丽的怪兽 由于罗兰漂亮的外表 可恶的马格玛星人想要将他占位己有 不过罗兰却很讨厌马格玛星人 于是开始拼命反抗 结果却被马格玛星人用银针打上了脚掌 受伤后的罗兰逃到了地球 恰巧遇到了外出游玩的剑二父子 之后剑二父子帮助罗兰 拔掉了插在脚上的银针 罗兰也由衷的感谢他们的帮助 最后便派着士马飞走了 到了第二天 一位漂亮的女人找到了金儿的父亲 表示想应聘自行车行的工作 而这个女人正是罗兰变的 为了报答恩情 每到深夜 罗兰都会趁着父子睡着之后 开始用自己的羽毛来制作精美的风车 以此为店铺招揽更多的生意 虽然孩子们都很喜欢罗兰做的风车 但这也招惹来了马格玛星人 他来到地球不禁毁掉了所有的风车 还再次威逼罗兰嫁给他 可罗兰依旧贫死反抗 狠狠地咬上了对方的手臂 马格玛星人因此气急败坏 抱着得不到就毁掉的邪恶想法 立马抽出手刀披向罗兰 好在雷欧及时赶到 这才阻止了马格玛星人将罗兰救了下来 最后雷欧拿出罗兰制作的风车注入能量后 插入了马格玛星人的心脏 这只讨厌的怪兽也当场暴毙 结束战斗后 雷欧带着受伤的罗兰将他再次送回了宇宙 第三位 迪莫杰恶 暗黑超魔兽迪莫杰恶 登场于迪迦剧场版最终圣战中 是爱憎战士卡米拉吸射了加坦杰恶的残留怨念 以及超古代遗迹中的黑暗力量 而诞生的恐怖怪兽 由于日本军方想要获得巨人的力量 他们挟持巨奸会队长 打开了远古遗迹陆落叶的封印 却无意间唤醒了三个想要毁灭地球的黑暗巨人 而他们中的大姐大卡米拉 这是黑暗迪迦本尊的女友 三千万年前 迪迦背叛组织成为光之巨人 并将他们封印在了这里 因此苏醒后的卡米拉将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迪迦再度拉入黑暗之中 为此卡米拉三番两次托梦给大谷 并将他引到了鲁鲁耶一记 还胜利变成了黑暗迪迦 然而大谷却一心向往光明 在击败黑暗巨人达拉姆和谢塔拉后 黑暗迪迦又变回了光之巨人 大谷战的行为在卡米拉的眼中 无疑是心爱之人的再次背叛 因此伤头型的卡米拉彻底暴走 融合一记中的黑暗能量后 化身为暗黑超魔兽迪迦捷恶 并用一记恶魔地狱杀死了迪迦 危难时刻 死去的迪迦得到了超古代巨人们 残余的光之能量 最终被迪迦捷恶吸入体内的迪迦 使用最强必杀 杰拉提斯光束将其击败 第四位仙女超兽阿普拉萨尔 首次登场于STV第21话 阿普拉萨尔的人间警 是一个十分漂亮又善良的女孩 因为其在处女座的星云爆炸时 她被亚伯人所救 所以不得不听从亚伯人的命令 来到地球勾引TALK队的龙队长 请勾引我 求求你了 我想在队长身边伺候你一辈子 怎么你知道我是队长 是的 他还表示只要让他留下白天给当他的女佣 晚上还可以做他的女仆 神经百战的龙队长 面对如此美色诱惑的时候 依旧是不为所动 当即就严厉的拒绝了他 且不说他来里不明 再说自己身为TALK队队长 身份和住宿那都是保密的 但女孩却都十分清楚 这点就让人很怀疑 故意没能成功的阿普拉萨尔 回去之后就被亚伯人这个宅容给霍霍了 还留下了一句不要脸的话 失去利用价值的阿普拉萨尔 被亚伯人变成了一只 样貌丑陋的超兽 在和艾斯战斗时 阿普拉萨尔不断发出悲鸣 最终得知真身的艾斯 利用一岁能量 切断了亚伯人的宇宙线能源 让阿普拉萨尔重新恢复成了女神 第五位 水瓶超兽阿克埃里斯 首次登场于艾斯TV第49话 阿克埃里斯是来自水瓶座第三行星的宇宙人 和宇宙能量结合变化而诞生的超兽 留意其母星的环境与地球十分相似 因此来到地球 打算将这里占为殖民地 但地球一直有塔克队的守护 阿克埃里斯就不能直接占领 于是他变身成为了一个 坚扛水瓶的白衣少女 来到一个村庄自称是神的使者 开始蛊惑村民 对塔克队队员发起攻击 但计谋最终被塔克队识破 就连他们的飞船 以及其他水瓶座的第三行人都被消灭 阿克埃里斯因此被精度变身成为超兽 开始攻击村民和防御队队员 最后被艾斯用电击梯当场击杀 但艾斯在得知阿克埃里斯的故乡 是因为环境污染而无法生存 才选择入侵地球后 又将阿克埃里斯进行了埋葬 并立下了巨石作为墓碑 第六位 玄女怪兽斯诺哥 登场于捷克TVT40画 斯诺哥是作为布莱克星人的保镖 而从布莱克星带来地球的怪兽 没变身成怪兽的时候 斯诺哥附身在八月度假屋 管理员的孙女梅佐子身上 和布莱克星人附身的管理人 合伙专门寻找来山中游玩的情侣 在确定目标后 斯诺哥便会化作雪女 用口中喷出的冷冻气体 将年轻情侣们动成冰块 然后将他们运回布莱克星 来繁衍人类作为布莱克人的奴隶 斯诺哥在怪兽状态下 能从口中和双手喷出强烈的冷冻气体 同时拥有怪力 战斗中曾将捷克动成冰雕 并用怪力将其击碎 好在捷克的奥特手桌 有着复活的特殊能力 才将杰克救了回来 复活后的杰克使用奥特盾盘 将斯诺哥的领动气体反弹 最终动成冰雕的斯诺哥 被杰克用一记奥特升降投飞 刷成了碎片 第七位 斯菲亚扎沃尔斯 母体怪兽扎沃尔斯 是德凯TV最终化的boss 作为最强斯菲亚兽 他的体型要比之前的boss大伤不少 整体的配色以白色为主 身体上布满了斯菲亚特征的尖刺 这样子的大体格 再加上凶悍的外貌 与其说她是女性 还不如说她是个母子 扎沃尔斯可能是有史以来 最倒霉的怪兽了 他的斯菲亚核心就外露在胸口处 只能说导演和编剧是真的狗啊 将最终boss的弱点 如此草率地暴露在主角面前 如果不是需要永恒核心的力量 来恢复德凯闪光剑 阿德觉得特将军可能在计划的第一阶段 就可以轻松捏爆对手的核心 因此斯菲亚扎沃尔斯 作为德凯TV的最终boss 可以说是丝毫没有表现力 实说的远古这是瞧不起女性怪兽吗 难道母体就可以随意拿捏吗 第八位 火山怪鸟巴顿 嘿嘿 没想到吧 昭和时期最强地球怪兽巴顿居然是母的 在巴顿和泰罗第二次战斗之前 扎特队在火山口找到了巴顿的巢穴 看到了几枚正在孵化的蛋 这就是窝 一定没错 那么 蛋里又会跑出怪鸟来 不能让危险再扩大了 是利用火山热量在孵蛋 别再迟疑了 现在 彻底消灭它 众所周知啊 在动物界中只有女性才可以升职 因此下蛋的炎扫巴顿自然也算是女性了 但说到这里 炎头队长左飞和皇太子泰罗人设又要崩塌了 他们一个作为宇宙紧妹队队长 另一个作为紧妹队的总教官 居然都被一个大魔鳥给单杀过 好了 以上就是阿泽为大家盘点的八位出现在奥特曼中的女性怪兽 除此之外 你还知道有哪些女性怪兽吗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